台湾市中立国小举办124周年感恩祈福校庆 即第一期新建校舍落成典礼 市长张善政期许延续优良传统 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新校舍采现代化设计 学生表示最喜欢教室里独立的饮水机和大阳台 中立国小举办124周年感恩祈福校庆 即第一期新建校舍落成启用 第一期工程在109年7月完工 历经三年的工期在今年5月完工 7月底完成校舍搬迁 让师生们在9月开学就能用上新校舍 中立国小过去造就了很多非常杰出的校友 让我们桃园的发展中立的发展都非常的杰出 那么今天在新校舍落成以后 我相信中立国小秉持过去的优良传统 会造就出更多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替我们桃园 替我们中立打拼 新校舍采用现代化的设计 在现有的架构下 形建框间更宽阔的校舍 并利用曲线交错及灰白色调 让整体校园看起来更开阔 那我们挑高的门前大厅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可以穿透校园的各个角落 看清校园的各个地方 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建筑师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巧思 那我们门前大厅上面有百年校庆的纪念logo 上面有1899的数字 它仿佛在诉说我们百年老校的一个历史故事 那我们整个外墙大面积的铺设13钩面砖 搭配仿清水模的立面壁柱 让我们的百年校舍再呈现一个风华 在线的一个风格和意境 新校舍使用至今两个月 小朋友们纷纷表示对新校舍的喜爱 尤其是六年级的小朋友体验过新旧校舍的差异 说最喜欢每间教室都有独立的银水机和大阳台 之前的校舍就有一些地方就破破的 然后现在就比较新就好 然后现在就是每个教室都有银水机 这样就很方便非常方便 第二期工程操场及活动中心 预计在明年9月底完工 有着124年历史的中立国校 在校生繁星后学生逐渐回流 结合周边日式建筑改建的中立城市故事馆 立小故事森林 打造成为尊重环境延续自然与历史脉络的特色小学